现在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电容 然后这个是电介质 电介质或者是介电质都有人讲 就是Dialgic 那我们首先 我们说什么是电容呢 其实只要两个导体 OK 不管这个导体是什么形状 第一个导体 第二个导体 C1C2 它也是组成一个电容 第一个导体 第二个导体 C1C2 它也组成一个电容 所以只要是两个导体 那它们之间 这两个导体之间 有一个电位差VAB 那这两个导体之间有一个电位差VAB 那我就说 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电容 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电容 那电容到底是多大呢 理论上面 这两个的电位差之间的电容呢 这是Q 那这是-Q 那我们就把Q把它除一下 这就是电容的值的大小 那这个如果是正Q 这是-Q 那我也把它除一下 就是电容的大小 这是我们看到的电容的定义 就是两个导体 它被电位 它所这两个导体之间的电位差 如果是VAB 它们之间的带电荷 抱歉是黄的 Q除以AB Q除以VAB 那只要它们之间的电位差 你已经知道VAB的时候 那它所带的电荷 Q 那跟VAB的比值 就是我们的电容的定义 OK 那在这里面 你看到的一个事实 好像是 它一定要有带电 它才会有电容 那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我们的推导 你根本这两个东西 没有带电的话 它也是组成了一个电容 只要它们之间有电位差存在 跟它所带的电量多少 是没有关系的 那直接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说 我有一个球 半径是R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导体 这个球是带电 是带Q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计算出来 它实际上的电位 OK 它的定位呢 是跟 如果我把 无穷远的地方 定为定位能潜的话 那我说 在这个球 的定位 它的值 是等于四拍 一声明 R分之Q 所以 这支冰 我就可以想象啊 当然你的 你另外一个 在无穷远的 是零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想象 它其实是跟 另外一个球 那这个球呢 的半径R 是须尽无穷远 OK 它所共同组成的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 我说 这时候 这个球 所组成的 电龙的值呢 那就是Q 除以V 那就是四拍 一声 所以从这边 你看到了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这个C啊 是跟R相关 跟Q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 只跟这个半径R 所以 我们说 这个Conduct 它实际上 电龙子 就是四拍一声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这个例子 已经就 告诉你 就是说 虽然它的定义 是跟 它的带电量 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 它是跟 这个Conduct 的组成的形状 是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例子 那 再来 第二个例子 它已经下课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呢 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是SI unit 那电龙的单位 这个就是Q的单位是 这个库轮 然后电位差的单位是福特 所以 这样子的组成的话 就是一个 滑拉 那我们简称 一个F 那滑拉呢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电容 对 我们实验室里面用的电容 大概都是Microfala Microfala已经很大了 甚至于是Picrofala Picrofala是10的-12次方的 Microfala是10的-6次方的法拉 OK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电容的情况 那你看到那个 海电在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外面有很多的变压器 那这个变压器里面呢 它其实还是有电容的成分在里面 能够在我们的电学里面 电池学过电路学里面 比较容易表示 我们就把它两条长直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容的代表的符号 那 就是 我们到这个地方 那接着我们下 看 实际上 整个形状的关系 给我们下载了 新闻 我们下载了 和我